第九百章 抛砖引玉 两人上了高台 迅速引起了高台之上的几人的注意 尤其是当赤雷仙子看到了叶西文之后 脸色更是微变 双目之中闪过几分怨毒的神色 而在这个时候 他身边的一个高大儒雅的年轻高手 看到了这一幕 似乎若有所思 另外一个对于叶西文怨毒的眼神 不是别人 正是那个闭袍青年 之前才在白汉墨的手下吃了大亏 这个时候又看见两人 心中焉能不怨毒 叶西文心中感慨 貌似在整个高台之上 就没有能对他稍微有好一些的 几乎青一色的敌对方的 不过他也不在乎 正好拿这些人来练练手 你们两个算是什么东西 竟然敢站到这里 难道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 众人之中 率先反应过来的 是赤雷仙子旁边的一个身着滑袍的年轻男子 和另外一个高大儒雅的男子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叶西文还没说话 他旁边的白汉墨就已经怒了 在外面被人拦着检查 已经够让他火大的了 如果不是看在他姚姐姐的份上 他怎么肯忍气吞声 但是这人是谁 敢这么和他说话 你又是什么东西 我还没怀疑你的资格 你竟然敢怀疑我的 白汉墨冷声说道 那人被白汉墨说得 一下子上步来台 顿时有些恼羞成怒 愤愤地看了一眼白汉墨 眼中杀鸡凛然 如果是在平时 他还不至于如此莽撞 但是偏偏之前 就有几批不长眼的家伙 敢随便上来 架上这个白汉墨 看不出身前 而叶西文最多也就是 刚刚跨入超脱镜三重天 根本算不得什么厉害的人物 所谓人以群分物以类聚 和叶西文走在一起的 自然不会什么厉害的人物 这才率先当了出头鸟 而那远处那壁袍青年 看到这一幕 却露出了几分微笑 几分幸灾乐祸的微笑 叶西文的实力 他是没见识过 不过白汉墨的实力 他却是知道的 他竟然在白汉墨的手下 都吃了大亏 现在看到有人 也即将在白汉墨的手下吃亏 他却没有要提醒的意思 反而有些幸灾乐祸 如果只是他一个人 被白汉墨收拾得惨兮兮的 那岂不是显得自己太无能 但是如果再有一个人被拉下水 那就显得不是他无能 而是这白汉墨太强了 就在这气氛一触即发的时候 在下习红炉 两位兄台 不知道高姓大名 这个时候在赤雷仙子身边的 那个儒雅的年轻人 上前一步说道 脸上挂着几分 略带阳光的微笑 白汉墨 叶西文 两人几乎没有什么 犹豫变道 原来是叶兄 久仰久仰 听说连绝影独恶族的恶英 都陨落在兄台手下 真是好手段 习红炉脸上露出了几分钦佩的笑容 如果是一般人 估计还真以为他对叶西文 有多么的钦佩 但是叶西文却是第一时间 就听出了这其中挑拨的意思 斩杀了恶英 算得上是什么值得宣扬的事情吗 果然 他这话一出 那绝影独恶族的恶红 顿时睁大了一双恶鱼一般的眼睛 目录杀鸡的盯着叶西文 一开始听到叶西文的名字的时候 他还多少有些没有反应过来 虽然当时绝影独恶族 也曾经疯狂的寻找过叶西文 只是因为没有找到 所以暂时放松了一些 这一转眼几年的时间过去了 他几乎都快要忘记这个事情的时候 这席红儒的话顿时点醒了他 这可不就是他们在苦苦寻找的那个叶西文吗 好好好就是你杀了恶鸣 恶红目光杀意毫不掩饰 直接笼罩到了叶西文的身上 也不知道是气急反笑 还是在夸奖杀得好 没错 就是他杀的 当时我亲眼所见 赤雷仙子这个时候悠悠的说道 犹如火上加油一般 让恶红眼中杀意更是平添了几分 叶西文凛然不惧 只是淡淡的说道 你以为我杀不了你吗 目光直指赤雷仙子 看到叶西文的目光 赤雷仙子几乎是立刻响起了 叶西文以强势无比的姿态 击败恶鹰的时候 顿时焦躯一阵 眼中有几分惊慌 但是随即惊慌就被院毒盖过 毫不相让的看着叶西文 好好好 在我面前 你竟然还敢威胁别人 真是活腻歪了 恶红冷笑一声 猛然间一抓 直接将天空抓猎出 五条明显的裂纹 直扑叶西文而去 叶西文脚尖轻点 身形如同幻影一般躲过 堪堪避开了这恐怖的一击 轻描淡写 不带一丝烟火气 恶红不依不饶 还要更进一步的时候 底下传来一阵吵杂声 姚仙子来了 姚仙子出现了 所有人的目光望去 却见一袭紫衣的姚倩脚踏一道顿光 破空而来 多了几分凌波仙子一般飘渺的气息 姚倩人还未到 声音已经先至 姚倩先谢过诸位在百忙之中 肯抽空前来小女子举办的聚会 这一次的聚会和前面几次一样 旨在给大家提供一个交流切磋的机会 也算是为百强榜单争夺前的一个预热 话音刚落 姚倩的谦谦身形已经落在了高台之上 高台上下 无数到炙热的目光看向了姚倩的方向 姚姐姐 姚姐姐 白汉墨率先笑着跑进姚倩的跟前 笑着打招呼道 小墨 看到白汉墨 姚倩似乎有些惊诧一般 没有想到 你怎么出来了 家里人不知道吗 嘿嘿 姚姐姐 你知道我的 我就是偷跑出来的 关在家里太闷了 所以我就来找姚姐姐 玩啊 白汉墨倒是也不隐瞒 直接大大咧咧的将实话说了出来 姚倩称怪的看了一眼白汉墨 似乎也是习惯了白汉墨如此 不过她又看了一下 现在正在对峙的恶红和叶西文双方 开口 轻声道 两位有什么大愿 非要在这个时候解决吗 看见姚倩 恶红却突然黑黑一笑说道 既然姚仙子开口了 那我也不能不给你几分面子 不过到时候下场比试之后 拳脚无眼 打死了也就怪不得我了 似乎是有些忌惮 姚倩的样子 恶红居然破天荒的 有了一些退让 不过隐隐然威胁之余 却是毫不顾忌的说出 拳脚无眼 生死有命 怨不得谁 叶西文也开口道 会接接下了恶红 话里有话的约战 既然如此 那小女子也就不多说了 姚倩叹了口气道 白皙精致的脸庞上 随即就收敛了情绪 只是深深看了一眼 叶西文 眼神有些复杂 道 那既然如此 那诸位就请各自落座 这一次的聚会就此开始吧 姚姐姐 姚姐姐 我跟你说 那边那个穿闭色衣服的那个谁 居然说要娶你做 第999房小妾 不过被我狠狠教训了一顿 白汉墨有些得意洋洋的说道 似乎是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一般 这话直接让姚倩都有些哭笑不得 现场的气氛也顿时冷了下来 尤其是那臂袍青年 更是满脸通红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但是却根本反驳不出来 因为他在这白汉墨的手下吃了大亏 也是事实 姚仙子 是足地避汉海无状 出言不逊 还忘情见谅 这个时候 毕丽玄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心中却是暗骂 神马叫穿闭色衣服的那个谁 老子也穿闭色衣服啊 但是他却知道 这小子说的多半是真的 自己这个族地 好色氏族中出了名的 要娶姚倩 当地999房小妾 恐怕也并非是开玩笑 但是这个时候 却不能将事情闹得太僵 他们避营海蛇族 也不是绝影独恶族这样的霸主 没必要到处招惹敌人 无妨 姚倩淡然的说道 看也不看那碧汉海一眼 像是看一个路人一般 碧汉海顿时憋得脸色铁青 如果姚倩大发雷霆 也比这样无视了他好 既然姚倩都没有说什么 其他人也就更没资格说什么了 众人直接下了高台 这个时候早有杨竹商会的侍者将桌椅都已经摆放齐整 众人纷纷落座 其中能够上的高台的几人自然都是坐在首席 一人一张椅子和桌案 分裂两边 而中央正是众人等一下要交手的地方 由于已经举办了两次 因此杨竹商会在这方面经验十足 一切都是有条不紊的举行 在中央上端坐着的正是姚倩 而叶西文和白汉墨则是在首席区域内的墨尾 这显然是杨竹商会的安排 不过好在两人都根本不在意这个事情 这次姚仙子举办的大会 我也是侥幸有资格参加 我也不才 愿意来一个抛砖引玉 就由我先来吧 这个时候一道身影直接从人群之中窜了出来 来到了场中央 却是一个手握常见的年轻男子 看实力 虽然不高 但是却也是跨入了超脱镜二重天的程度 由哪位愿意上来指教一番